台積電去年獲利新高 今年營收增兩成 全球金元代工榮頭台積電 昨天舉行法說會 公布去年財報 但國內外法人更關切的是 金元教部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 對未來緊急的預測 2011年 我們期待全球的主動物業 除了記憶體 大約7% 他說台積電今年產能滿載 尤其是28奈米製程產品 供不應求 客戶都在排隊等產能 今年營收若以美元計價 渴望成長兩成 張忠謀一再強調 今年景氣很好 但面對台幣匯率走升問題 他也坦言 這將造成今年營業利率率下降3% 台積電去年第四季營收11001億 較前一季下滑1.9% 累計去年總營收達4193億 文藝1616億 雙雙創下歷史新高 去年單季EPS從第一季的1.3元 逐季成長 第四季略降至1.57元 全年達6.23元 法令預估本季EPS能有1.5元 台積電財務長何力梅說 攸關投資人的股東權益報酬率 也寫下佳績 在2010年達到了30.2% 便是創下了近10年的新高 因此投資台積電的股東 在股價上或鼓勵派發 都可有豐厚的獲利 東新聞台北報導